本是普通的朋友聚会 女孩却被五名好友轮番实施侵犯 事后她拖着浑身是血的下体来到警局报案 可民警却以她有智力障碍为由 不但没有帮助她受理案件 反而在她十月产子之后 利用她对失害者家属勒索了四千万 然后她就以保管为由拿走了全部现金 每个月只给江顺英五万含月 十年后顺英的儿子突发疾病急需用钱治疗 她找到民警想要让她把钱还给自己 其量民警为了彻底私吞这笔钱 她就把顺英诱骗到荒山野岭 将她残忍杀害后就就地掩埋了 十五年后 一个男人为了找出杀害江顺英的凶手 先后绑架并杀害了当初侵犯顺英的那四个人 但是最后却发现那四个人都不是凶手 于是为了找出真凶 男人绑了一名小女孩 以小女孩的性命做条件 让警方来帮她破案 而警方在查江顺英在照相馆的老照片时 除了发现江顺英和四名男子的合照外 还发现了她和另一名男人的照片 从老板口中得知 这个男人名叫金锡震 是一名知名演员 当时她和顺英的关系也很好 而她也是几人当中现在唯一活着的人 于是秀贤当即就找到了金锡震 询问了顺英的情况 可金锡震却说她在那次照完合照之后 就离开韩国去俄罗斯流血了 所以她对顺英后来的事情也没有印象 然而当秀贤把照片上的几个人 都已被害的事情告诉她时 她瞬间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金锡震似乎对发生的这一切并不知情 秀贤见此情形只好先行离开 警方调查了金锡震的通话记录 发现昨天在秀贤离开之后 金锡震就突然开始和一个不怎么联系的号码 频繁通话 而和她通话的人 正是当年接到顺英报案的民警金锡震 于是嫌疑一下就落到了金锡震身上 刑警老刘当即就来到了金锡震家里 可是金锡震却解释说他们的频繁通话 是金锡震让她帮忙请保镖 因为他们是堂兄弟关系 所以她一直在帮金锡震张罗这件事 虽然金锡震找理由搪塞了过去 但是老刘却在她任职时的同僚口中得知 金锡震是在顺英报案后的第二年 辞去警局工作开始经商的 并且当时也是金锡震帮顺英改的口供 所以当时顺英被侵犯的事情才没有被记录在案 听完同僚的话 老刘大概明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他当即就打电话让人查了1990年时金锡震的资产 结果发现金锡震辞职没多久 就买了一个门面 而这笔钱应该就是顺英的补偿金 于是当晚刑警就对金锡震家里进行了搜查 结果在金锡震的全家府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而照片上正是他当年合伙杀害顺英的场景 确定凶手后 秀贤当即就到监狱找到了李正修 他想要用这个信息和李正修换取妹妹的消息 可是李正修听了之后 却说凶手不是金锡震 随后他就垂头丧气地回到了牢房 秀贤跟进来一看 发现李正修画了满腔的涂鸦 而上面全都是关于李正修对于妹妹藏身之处的推理 并且秀贤在李正修的房间里看到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负债子环的艳影 这下秀贤瞬间就明白了李正修并不是真正的凶手 他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救妹妹而已 那个指使他的人才是真正藏着他妹妹的人 而此时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 但是秀贤并没有找到凶手 就在大家都觉得李正修的妹妹 可能要因为超时被害的时候 幕后凶手却突然给秀贤打来了电话 他在电话中说出了藏人的地址 以此来作为秀贤这几天的奖励 当秀贤按照李正修提供的地址 找到被绑架的孩子时 他们却发现小女孩不但没有受到伤害 反而过得很好的样子 秀贤拿过手机后 发现里面的人正是江顺英的儿子江敏哲 江敏哲在手机里录下了 他杀害几个侵犯者的过程 还在视频中对秀贤说 他会自己亲手解决那些人渣 并且他早就查到了杀害他母亲的人 其实是他的生父金锡镇 其他五人都只是帮凶而已 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死了 只有金锡葵还活着 所以秀贤知道江敏哲肯定要对金锡葵动手了 于是他们当即就对江敏哲的车辆进行了调查追踪 可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江敏哲已经把金锡葵带到了悬崖边 秀贤想要劝他回头 让他用法律来制裁金锡葵 可江敏哲却说韩国的法律太无能了 他不能把罪人交给法律 江敏哲说 他知道他杀了人 他不可能会得到宽恕 所以他要带着最后一个折磨过母亲的人离开 说完之后 他转头就带着金锡葵一起跳下了悬崖 而他最后也用自己的方式 惩罚了该法之人